鲁迅先生曾经说过,不读道德经义书,不知中国文化。 有人说,道德经义书虽短短几千字,却将世间看得透彻,将天道讲得通明。 纵观历史,探求道者不计其数,可如老子一般看得通透,活得自在之人,却寥寥无几。 人这一生,或长或短,总有一个抉择,一个际遇,左右他的命运,影响他的一生。 其实,一个人的成功,从不是战胜了命运,而是顺应了天意。 当我们明白了老子道德经的魅力,学习了它智慧,人生也将受用无穷。 一,有之以为利,无之以为用。 这个世界,任何事物都是相对而言的。 那些看似无用的事物,亦有它存在的意义。 太多有用,都藏在无用之中。 造车轮,直淘气,凿门窗,都必须使用各种材料。 材料必须是活真价实的。 但做好这些东西以后,你会发现,往往起作用的却是中间空的部分。 车轮的孔洞用来装车肘,淘气的空间用来盛水,门窗的中间用来采光。 那些所谓的有用,不过从利益出发,而看似无用,却有其独到之处。 物是如此,人亦是如此。 人之外表,是为给生活提供便利,让人们能存活于世,而人之内在,却应该选择放空,才能胸怀宽广,容纳万物。 梁文道曾说,读一些无用的书,做一些无用的事,花一些无用的时间,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,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。 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,就是来自这种时刻。 生命的本质从不是去无存经,重有轻无,而是在有与无的变化中,寻找到一种融洽。 如果我们放下功名利路,看淡利益纠葛,那些无用也可称为有用。 所以,知有用,更要知无用,如此才能知晓世间之理,明物价值所在。 二,江海所以能为白骨王者,以其善下之,故能为白骨王。 老子以江海作笔,告诉人们,百川之所以投奔江海,正是由于他善于处在地下的地方。 三国演义,虽讲的是三国乱世,战争功法,但背后谈的是人性间的博弈。 所谓成功,不过耐心,所谓谋划,不过退让。 原功路张狂,得玉玺而往称帝,最后赢得天下讨伐。 曹梦得自傲,得晚成而色心死,最后玉父大败而回。 反观刘玄德三让徐州,凭借仁德,赢得了百姓尊敬。 司马懿隐忍十年,凭借耐心,收得了曹魏权力。 古往今来,锋芒毕路者难赢,客己让仁者亦得。 低头看似是一种懦弱,实际却是为人处事的一种姿态,也是人生必备的通达智慧。 若不懂隐忍退让,纵使能力再强,智商再高,也难免事与愿违,风吹流吞。 真正有大智慧的人,往往处事低调,越有本事,越谦卑。 俗话说,鲜卑寒荣是贵相,平静千何时分量。 为人处事,尽量多几分低调,少几分高傲。 持强者品质,流弱者姿态,这样的智慧,岁月中得以成功。 三、错其锐,解其分,何其光,同其尘。 三国王必将这句话解释为八个字,随俗而出,不漏锋芒。 人生就是这样,知晓收敛藏桌,就有机会在这万千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。 年轻时,或许觉得自己与众不同,自己的坚守独一无二,可是年纪越大就越会发现,想要有所成就就要与光同尘。 大江大河二中,宋运辉一开始只以为至今努力了就有好的结果,一个人就做完了三个人一年的工作量。 可领导并没有嘉奖他,其他人也开始排挤他,这让他的日子越来越难,最后只能去问老师水书记。 水书记劝解他,现代社会组织,一将分工,二将协作,若你一味前冲,只会变得离心离德。 工作要在妥协和博弈中完成的,收敛锋芒,才能融于众人。 俗话讲,水智轻则无余,人智茶则无土。 在这个世上,总有着许多人情世故,与我们本愿施与愿违,若一味坚持自我原则,那么无论你有多么伟大的抱负,多么光辉的理想,都终将湮灭于世俗之中。 这虽然残酷,却是这个世界的真实。 人活一世,不要自视清高,更不要固执己见,学会藏住本心,才能把事情做得圆润。 蔡根坛说,忧情是美德,太苦则无以事性宜情,但博士高峰,太苦则无以寄人利物。 纵使看穿一切,也要保持难得糊涂的心境。 那些与光在一起,并接受尘的存在的人,才是真正的聪明人。 四,福为不盈,故能避而心成。 宋少庸说,人之精神,贵藏而用之,苟炫于外,先有不败者。 越是想成就大事,越要懂得虚怀弱骨,常怀忧欢意识,才能做足准备,予以应对未来的种种问题。 若一个人只一凭义气奋发,便肆意放纵傲气,乃至会陷入自以为是的愚蠢之中。 而一个懂得藏桌的人,从不会任性而为,反而会积蓄自己的能量,保持一飞冲天的勇气,一举冲破命运的枷锁。 秦朝末年,楚霸王项羽攻张寒于巨鹿,震惊天下,而刘邦趁机攻入咸阳,灭了大秦基业。 在此之前,诸侯会蒙时曾言,谁先入咸阳便可称王。 刘邦虽有推翻暴秦之功,可也自知实力不敌项羽,于是他一方面撤军退至霸下,一方面放低姿态,恭迎项羽入主咸阳。 范曾之道,刘邦所图不小,于是摄洪门宴打算除掉他。 可刘邦谨小慎微,在宴上表现得软弱不堪,项羽重兵在握,傲视天下,本就不把刘邦放在眼里,再加上反快的保护,刘邦才死里逃生。 正是刘邦明白自己当时的处境没有自满,才有了后来的楚汉相争,最后逼得项羽乌江自吻。 人们常说,悲空成水,星空成事。 耐得住,灵魂才会得以心生,守得住,人生才有无限可能。 成功来源于自身的隐忍,一些浮躁和夸夸其谈,也许会赢得一时,却经不住时间的考验。 守葬不语,往往是诚实的开始。 五,天下莫柔弱于水,而攻坚,强者莫知能胜,以其无以意志。 水之所以被老子看重,皆因为水无形,因事而成,欲缘随方,看似软弱,却能引发意想不到的结果。 我们人生也是一样,不可一成不变,因事利倒,才能适应人生的各种挑战。 诸葬在江院中说,善将者,其刚不可辙,其柔不可眷,故以弱至强,以柔至刚。 春秋时期,楚庄王三年荒淫,不问朝政。 有臣子看不过去,便觐见道,陛下,可知一种鸟,三年时间不飞不叫骂。 楚庄王笑道,三年不飞,亦飞崇天,三年不鸣,亦鸣惊人。 楚庄王这三年,不过是在叙事,待到实际成熟,便又重新执掌朝政,稳定大局。 确实如此,形势刚强者,往往吃力不讨好。 真正的聪明人,往往都是大象无形,以柔可刚。 其实,人越往后,就越要学会话,因人而说,是因人而做。 这不是原话,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麻烦的最好方法。 懂柔弱,却又不失智慧,有力量,却不失温柔。 说软话,做硬事,这是一种生存智慧,更是一种修行手段。 老子觉得,修身之道在于修心,而修心之法便是秩序和守静。 人生若被外物所扰,就会变得疲惫不堪。 而智虚便是要消除心中杂念执着,守静便是收敛心性,复归平静。 皇宫望晚年隐居复春江畔,前行观察将两岸风云变幻, 静心修炼绘画技法,七载有余,最终绘制出了国宝复春山居土。 路遥将自己关在梅洞数年,他将自己从世俗中抽身出来,远离喧嚣,在宁静中创作出平凡的世界。 周国平曾说过,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, 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的诱惑,丰富是因为有了内在的宝藏。 在物欲横流,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中,只有内心无欲,清静安宁,才能在诱惑之下坚守本心。 尝尽人间百味,看遍世事繁华,便会发现,生命的意义并非甚至轻松,而是心的宁静。 道德经这部经典虽短,却蕴含了万事的道理,其中天道奥秘,绝非一两句话所能说清。 但只要我们领悟其中的智慧,便能在生活的迷雾中找到方向,在绝望的深渊中坚定信念,在慌乱的波涛中保持冷静,在宁静的时刻中独守内心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,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,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